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女人 可是 笔者想说 无论男女 不管你是离异还是丧偶 只要再婚 都少不了牵扯一些利益的问题 一点经济利益瓜葛的再婚关系 几乎没有 我们这里 女人嫁几次人 就称吃几口井的水 婚姻不能不谈钱 尤其再婚的夫妻 有些经济利益问题必须说清楚 不谈钱的婚姻 是走不长久的 丧偶的中老年人 要不要再找个老爸 我们不妨听听 过来人是怎么说的 王女士说 中年丧偶 终究需要再婚 在王女士五十岁那一年 她的丈夫因为意外去世了 丈夫去世后的日子 其实她也不怎么好过 因为孤苦伶仃的她 实在过得不怎么快乐 虽然王女士有一个儿子 可儿子却在北京工作 一年到头都很少回家 因此 王女士也就活成了孤家寡人的模样 对于这样的生活 她显然是不满意的 因为人是有欲望的 而且还有着一定的感情需求 当一个人的欲望 和感情得不到满足之后 那这个人就会出现 改变现状的心理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王女士也就不顾身边人的说法 而是准备找个男人过日子 因此 她托了好些工友帮她牵线 自己也到处寻觅合适的男人 很快 她也就找到了一个 和她遭遇相似 年纪相仿的男人 而她看到了这个男人之后 也产生出一种一见钟情的想法 后来 这两人进行了多次的联系和交往 从而也就让感情熟络了起来 在王女士52岁那年 她直接搬到了男人家去住 而且与之同床共枕 她的朋友都跟她说 你的丈夫才刚去世了一年多 为何你那么快就选择再婚呢 这真的合适吗 对此 王女士是这么说的 失去的人已然失去 而我们仍活在这个世上 因此 为了自己而活着 才是对失去者最大的安慰 张先生说 55岁丧偶 让我无可奈何 当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尤其是在退休之前 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么一种想法 那就是 好好地跟伴侣搞好关系 未来过点不错的小日子 有些人比较幸运 双方关系不错 而且受命较长 自然就可以做到携手一生 白头到老 相反 有些人不怎么幸运 生活中的意外 一个接一个出现 那这些人 就容易落得孤苦的下场 甚至年老了之后 还无人相伴 单位中的张先生 他原本打算过五年之后 便与妻子旅游全世界 过点享受的晚年生活 但是在他五十五岁那年 他的妻子就因病去世了 去世之后 张先生就像是老了十岁一般 不仅白发苍苍 而且满脸都是皱纹和愁容 甚至精神都恍惚了起来 对此 有些人就劝他 如果可以的话 不妨找个老伴来过日子 至少有人相伴 也总比一个人要过得好 可是张先生拒绝了 在他看来 跟外人在一起 终究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 那么 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日子 关于中年丧偶之后 该不该再婚的问题 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不甘寂寞的人认为 适者已成过去 而活着的人依旧要生存 因此不如再找一个人过日子 虽然没有了以往的温暖 可至少不让自己活得孤苦伶仃 而那些较为长情的人却认为 半路找来的人 根本就靠不住 而且 双方本就没有一定的感情基础 这个时候 又该如何相处呢 再婚 不就是自己找麻烦罢了 其实 大人上了一定的年纪之后 终究需要有人相伴在身边 如果没有孩子 那至少也需要 有个可以聊天的人 在以往 也许人们都认为 再婚这种事不怎么好 可是 在如今这个思想开放的时代 每个人都有重新追求爱情的自由 丧偶之后 还是有再婚的必要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每个人都有着欲望和感情的需求 如果这两种需求得不到满足 那这个人会活得特别痛苦 在男女的感情世界里 有的男人 因为看不透女人的心思而苦恼 因为女人太善于隐藏自己 你无法知道她对你的态度 但也不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 如果一个女人真的喜欢你 认为你是值得她托付终身的男人 在含蓄和矜持的女人 都会有所表现 当她忍不住想接近你时 一般不会直接告诉你 而是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暗示 一 对你说这几句话 一 你曾有过多少位女友 尽管成熟的女性 通常不会过于在意男人的过去 但如果她对你产生了兴趣 希望与你建立关系 她会更关心这个问题 因此 她可能会问你 曾经交往过多少女友 如果数量众多 她可能会重新考虑 但如果她认为合适 她可能会在确认后 更主动地追求你 二 我的婚姻不幸 老公对我漠不关心 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每个家庭 每对夫妻 不管看上去多么般配 不管看起来多么恩爱 不管让人觉得多么幸福 事实上 都有难言之隐 只不过 没有谁愿意在外人面前流泪 也没有人会整天跟人讲 自己的不幸或者不开心 毕竟嘛 家丑不可外扬 但是 如果一个女人 她跟你仅仅是泛泛之交 并没有过多的接触和交往 你们只是普普通通的朋友 但是她却对你讲述 她婚姻的不幸 告诉你她老公对她不好 对她不关心等等 她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那你可要注意了 不管她的婚姻是否幸福 毫无疑问 她愿意跟你说这些 事实上 是想从你这里找到安慰 她多半呢 就想告诉你 她渴望被爱 被呵护 如果你有所回应的话 那么你们之间 就有可能突破 普通朋友的红线 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三 你有空吗 当一个女人经常问你有空吗 多半呢 就是想约你 或者说你有空 你也可以去约她 一个女人 尤其是一个颇有姿色 或者各方面 都比较出众的女人 她的身边 是不缺男伴和追求者的 如果她经常跟你聊天 或者时不时会问你有空吗 当你回复她之后 她又没有具体的实际事情 找你帮忙 那就是纯粹地想跟你聊天 说明她是空虚寂寞了 希望你能陪伴她 如果你对她也正好有意思 就有可能干柴烈火 一发不可收拾 碰撞出火花来 四 哪比较好玩 一个女人 问你哪比较好玩 你不要以为她真是傻傻的 不懂哪里好玩 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 你才是真的傻 女人看似在征求你的意见 其实哪里好玩不好玩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想跟你一起去玩 意思就是说 我想和你一起去旅游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了 五 说她的闺蜜或者同事 又交了一个新的男朋友 这是很八卦的话题 女人一般只能自己的闺蜜说 但是如果她时不时跟你八卦这些 她就是想告诉你 她想跟你有下一步的发展 就看你了 六 我老公出差了 要很久才能回来 我一个人哦 太无聊了 一个女人跟你说这种话 傻子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意思已经非常明确了 你就不要怀疑了 她就是想碰你 作为一个男人 你要懂得和异性保持距离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要明白 不该碰的不要碰 要果断拒绝 可是又有几个男人能做到呢 二 精心打扮 主动搭讪你 会为你而吃醋 有你在场时 为了引起你的注意 她会更加细心地打扮自己 会制造和你偶遇的机会 主动搭讪 和你聊天 问你的喜好 这就表明 她很喜欢你 接近你的目的 是想和你建立亲密的关系 因为只有对你了解的多一点 才能更清楚地知道你喜欢的类型 她会朝着你喜欢的样子而努力 其实这也是女人的一个暗示 如果你也遇到了 愿意为你而改变的女人 千万别错过 只要你懂得回应和珍惜 还是有希望赢得她的芳心的 无论如何大度的女人 遇到爱情都会变得吝啬 如果她很喜欢一个男人 即使这个男人向其他异性微微一笑 深深爱着她的女人都会吃醋 但没有确定关系之前 所有的酸楚只能藏在心底 为了让自己光明正大的 站在她喜欢的男人身边 她会暗自努力 三 找机会单独接近你 而且不介意肢体接触 作为女人 特别是中年女人 历经岁月的洗礼和沉淀 她们的心智已经很成熟了 在感情面前 头脑和理智是清醒的 假如女人对你没有好感 她只是把你当成普通朋友 那么你的靠近就显得有些多余了 而且她不会给你任何机会 你的靠近和暧昧 她认为就是一种流氓行为 女人如果认定一个人 对你动了感情 并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经过认真的考虑 才会决定进一步地和你发展 并且想和你长久地在一起 她会经常找借口 找机会跟你单独相处 只有你们两个人时 两眼相对 心跳加速 这样才会促进感情的进展 如果每次见面都只有你们两个人 那么女人就是给你创造机会 她就是在暗示你 你们可以发生点什么 这个时候只要你主动点 女人就不会那么矜持了 她虽然没有直接告诉你 但她会用肢体语言 来表达对你的爱 而且女人只对她喜欢的男人 有亲密的肢体接触 这个时候 你要懂得接受和回应 四 允许你介入她的家庭和生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 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圈 这些人在女人心里的位置很高 也都是特别的存在 如果女人对你足够地重视 她会把你介绍给她的家人 和朋友认识 允许你介入她的生活和家庭 也是想传递一下内心的感情 因为你是她非常满意 非常喜欢的男人 她想把对你的爱 把她内心的欢愉 和家人一起分享 可见 你在她心里的位置 是多么重要 多么特殊 作为男人 如果遇到一个 如此深爱你的女人 可不要傻乎乎地不知情 一旦感受到了 她的主动和热情 就要牢牢地把握住机会 只有你回应了她 并且珍惜她 才算是没有幸福女人的 一份深情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在感情中 也有这样的问题 不妨对标以上四个方面的暗示 假如一个女人 对你有这些暗示 不容置疑 她是爱上你了 这个时候 男人要积极回应 不要犹豫和迟疑 否则会错过这份美好的姻缘 感情也需要勇敢一点 只要你勇敢一点 胆子大一点 向前迈出一小步 美好的爱情就离你不远了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我再见 我再见 感谢观看